Hello大家好 巴黎奥运落幕 我们今天首先带大家来看的是 中国桌球选手陈梦 在奥运桌球女单的决赛当中 击败同胞孙颖沙 中国包办金银牌 但是为什么教练团跟球迷 似乎都不开心呢 再来聊聊美国大选 两党都喊出了 小费不客税来抢服务业的选票 但这会不会让美国的小费文化 更加失控呢 最后来看 对这个国家来说 光是能举着自己的国旗参加奥运 就意义非凡 那究竟是哪个国家呢 一起来看 中国在本街奥运共拿下了91面奖牌 其中桌球占了五金一银 而这面银牌 是属于赛前最被看好的孙颖沙 他在女子单打金牌战时 已局数2比4 输给了同胞选手陈梦 中国包办的女单的金一银牌 照理来说应该也是一件喜事 但是却出现了 有点尴尬的局面 在场边的中国教练团 似乎不怎么高兴 《纽约时报》形容 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表情 似乎表达了一个很明确的讯息 那就是 错误的中国选手赢得了比赛 正常来说 体育比赛的胜负应该是没有对错的 除非比赛本身受到操控 这一点就有潜力可循 若其日本的前中国选手 何志利就曾经表示 1987年世界桌球锦标赛的四强赛时 教练要求他故意输给另外一名中国选手 管建华 因为管建华比较有可能在决赛 击败韩国选手 但何志利没有听从指示 先击败管建华 又在决赛直落三击败韩国选手 明明拿了金牌 却因为不听从指示 遭到冷冻 没被选进1988年的奥运代表队 何志利后来跟日本人结婚 改名叫做小山智利 代表日本队参加两届的奥运 除了桌球 中国羽球也有被报导过类似的让球惯例 2012年羽球杂志Betting公布统计 2011年有99场中国选手内战的比赛 其中20次 不是开塔前有人退赛 就是途中弃赛 中国选手对上自己人的时候 弃赛率是19.8% 但是对上外国选手的时候 弃赛率就只有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4年开始参加奥运 国内有设立好几千所体育学校来培养选手 中国在桌球 羽球等项目的实力是压倒性的 例如说 本次奥运桌球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 都是中国包办 让球文化可能是为了确保 让金牌入带的策略之一 因此当中国代表团 冷眼看着陈梦击败孙颖沙的时候 令人不禁想到 会不会又是一次中国选手反抗 让球文化的案例 除了中国代表团的冷漠 中国媒体在赛后记者会上也显得敷衍 赢得了金牌的陈梦 在尴尬的气氛下离开 陈梦在奥运开打前是世界排名第四 而且还是东京奥运的女单金牌 这一次寻求未免 但是这几个月来 中国官媒一直在主打孙颖沙 像是说她年轻优秀又谦虚 圆圆的脸蛋极具亲和力 还有广告公司在决赛前 就已经在北京街头播放 大满贯魔王沙的广告 宣传她赢得金牌 营造出一种举国挺沙的气氛 然而在孙颖沙落败之后 她的球迷在网路上表达愤怒 针对陈梦发表了一些侮辱性的言辞 还有一名女网友因为恶意诽谤被捕 让外界十分恶然 表示不是同一国的选手吗 更何况比赛本来就有输有赢 这让中国官媒赶紧出来控管言论 谴责犯圈文化 也就是粉丝过度的互主行为 但是也显得好像先前 举国力挺孙颖沙的报道跟宣传 官媒都没有参与一样 来到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披萨店 点了大约9块美元的披萨 结账时的小费选项 最低竟然是18% 过去美国餐厅内用要付小费 通常是消费额的10%起跳 但现在如果只给10%可能会被白眼 而有些使用刷卡或者是电子支付的餐厅 甚至没有提供10%的选项 小费是不少美国劳工的收入来源 因为只领时薪可能会入不敷出 美国联邦规定的基本时薪是7.25美元 但是某些州规定 只要小费加薪水有达到最低薪资即可 使得这些地方的雇主 最低可以只开出2.13美元的时薪 这也导致许多店家加入收小费的行列 不只是餐饮业 可能买个外带的咖啡 或者是在杂货店都会被收小费 使得消费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Tipping went from service industry, restaurants, salons, rideshare, for example 小费收入也是要被扣税的 根据目前规定 每个月的小费收入在20美元以上就必须报联邦税 另外还可能会有地方税 但这就要看各州怎么规定了 这一次美国大选为了争取服务业的选票 现在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跟贺锦丽都表示 愿意推动小费不克联邦税的政策 经济时报指出 根据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先前估计 如果小费免课税 10年内大约会减少1500亿至2500亿美元的联邦税收 平均一年顶多250亿美元 对于美国财政的影响并不大 比如说美国2023财政年的联邦税收是4.4兆美元 250亿只占其中的0.5% 只是长期来看 这还是会给美国国债增加一点小负担 截至今年7月底 美国国债已经达到35兆美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6月表示 预计到了2034年 美国国债将会突破56兆美元 两党都喊出了小费不克税 可能会吸引更多店家开始收小费 至于到底要不要给 给多少才算合理 民众有各自的看法 我只要看它 我只要看它 part of what the bottom line of whatever service I'm paying for is and so I'm going to add that 20% or those extra $2 and that's just pretty standard for me With different corporations I find myself less likely to tip I'm more likely to tip if it's a small independent business To select that no tip particularly when you know the server who's just handed you your food is going to be looking at the screen seconds after you push that no tip button not to mention the line of five people behind you who are also looking at what you tip it's very difficult to feel like the Scrooge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尚未结束 加萨仍陷于战火之中 不过巴勒斯坦并未缺席奥运 这一次有8人代表参赛 奥运开幕式时 他们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 拉着鞋有巴勒斯坦的布条进场 巴勒斯坦的女长旗官 是游泳选手塔拉奇 出生在加萨 在美国长大 她告诉媒体 巴勒斯坦还在战争状态 很多人并不希望巴勒斯坦的国旗 出现在奥运 因此他们光是能够来到巴黎参赛 就代表了一切 我只是做了什么我懂得做 我以为我练习我的国家 我以为我练习 这是我练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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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我更多的方法 是的 我们有我们的胃子 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的少数 巴勒斯坦人 在世界上 我们有机会 和媒体谈谈谈谈谈 这是我们的责任 能够来传达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在世界上 都被逃避 而且 巴勒斯坦人的一件事 是他们很耐力 没有人能够取得我们的名字 塔勒斯坦特别强调 法国还没有正式承认 巴勒斯坦的国际地位 但是允许他们在开幕进场时 举着巴勒斯坦旗 这一点就非常具有意义 巴勒斯坦目前获得全球146国承认 包含今年加入的挪威西班牙跟爱尔兰 等于已经得到联合国75%的成员国认同 但是缺乏美国日本在内的七大工业国成员的支持 目前依然是联合国的非会员观察国 国际奥委会 中指的赛保选手德威达 德威达12岁开始练长跑 他住的耶利哥是个小城市 没有正乖的跑道 练习时只能绕着城市跑两三圈 有很多地方是他去练跑 但是不被允许进入的 德威达说巴勒斯坦每天都有人倒下 去年以哈开战之后 约旦河西安的检查哨语变得更严格 他还失去了训练伙伴跟教练 根据巴勒斯坦奥委会 从去年10月至今 巴勒斯坦大约有400名运动员死亡 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史上 第一个参加奥运的巴勒斯坦人 长跑运动员阿布马拉希尔 1996年他参加了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奥运 今年6月死于胜衰竭 他在加萨中部的难民营里 无法获得治疗 也无法撤离到埃及 在这样的心情下 巴勒斯坦的运动员 很难好好进行训练 不只如此 他们的资源也不多 但其实获得奖牌 并不是促使他们参赛的最大动力 但是我们的参加了这些 这些参加了 甚至没有成功 我们在这些地方 存在地上 这些被识认了 这些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把我们拥有的意见 今天 的参加奥运动员 事件上是 最正确的 我们看到在法兰的 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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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不只是 因為我只是說不只是 看到巴奧斯坦的旗幟 不免想到台灣 台灣羽球男雙組合 李洋 王金玲 在金牌戰中擊敗中國 球員奧運羽球史上 首個衛冕的搭檔 準決賽跟決賽當中 都有球迷戴著 台灣英語的毛巾被工作人員沒收 或者是自製的台灣特色應用物被搶走 那些甚至都還不是國旗 這一區的源頭是源自於 早在1981年簽下的洛桑協議 台灣同意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奧運 國民 國旗跟國歌都不能出現 另外 奧運憲章也規定 觀眾不能帶有政治宣傳的物品進場 但是只有寫著台灣加油的標語 是單純加油還是有政治意味呢 根據BBC的報導 國際奧會並沒有回應是根據哪一條規定 沒收這些加油小物 以上就是為大家精選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大家跟上時事 規矩直升 我們下回見 最近看了很多奧運的新聞 讓我想到一段很珍貴的對話 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我還沒有進觀念之前 其實我做了蠻多跟體育相關的採訪 那有一次 我有機會跟台灣女子高爾夫球界 非常資深又知名的職業球員圖阿宇老師對話 當時採訪結束我就這樣問老師 我說老師 你去參加比賽你不會緊張嗎 你為什麼有辦法這樣一直打下去 我印象很深刻 老師的回答是 因為不能對不起相信我的人 他說少年在台灣想打高爾夫球的條件 其實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如果想要有好的訓練 甚至是出國比賽 多半需要金主或是老闆贊助資源 那一次老師的回答其實讓我很有感觸 也更讓我佩服運動員上場的心理素質 他說很多運動員一直打球 其實不完全只是為了獎金 或者是為了自己 更多時候是不想辜負那一份信任 無論那一份信任是來自教練 贊助老闆 還是相信他們能夠打出好成績的國人們 所以他說他就這樣一直打下去了 嗯 就是希望在片尾簡短跟大家分享 當時這份的感動 那奧運閉幕了 但是其實平常還是有很多運動賽事 大家要記得 繼續為我們的台灣運動選手加油喔 影片的最後 要感謝付費支持我們頻道的每一位會員 特別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歡迎加入會員的一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受所有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囉 我們不會拍攝 我們不會再 confirm 我們會在拍攝 如果我們會拍照 我們會拍攝 我們會拍攝 他們派拍攝 我們會拍攝 你會拍照 感谢观看